而在南台湾高雄市同时有两场升旗典礼 因为主办单位的不同 颇有蓝绿拼场的味道 中央政府是在市运体育馆举办升旗典礼 台上的来宾青衣色穿上了国旗装 不过在另一边呢 由高雄市政府举办的升旗典礼 棋手也有特殊的造型 他扮的是电音三太子 台下还跳起台客舞 展现了跟传统升旗 完全不一样的本土特色 一大早市运主场馆就国旗飘扬 因为中央政府第一次在高雄市举办元旦升旗 地点就选在这里 台上来宾全都穿上国旗装 还有朱沐妍 苏丽文等体育明星也来共襄胜举 不过地主高雄市只派了副市长参加 因为市政府自己在市府大楼前也升旗 升旗的棋手是电音三太子 让现场气氛严肃中多了点趣味 接着全场跳起台客舞 台上台下駭翻天十足展现本体特色 高雄市长陈菊也许下他的新年新希望 希望我能够有机会再为大高雄的市民 能够有把我们对于大高雄市政的理想推动 和陈菊一样要争取机会继续服务市民的 还有台北县长周席伟 确定升格为新北市之后的第一个元旦 周席伟带领县府团队一起升旗 为了庆祝升格 从早上八点一直到中午一点 县政府推出一系列庆祝表演 还准备了八千条国旗投金给民众 一下子就送光光 对于今年底新北市长的选举 周席伟也再度展现了参选决心 我如果不参选新北市市长的话 我想我就不会入阁 我这是跟所有的县民的期许 我当然是希望 我是跟着所有的乡亲一起希望 周席伟将希望寄托在民众身上 新年的第一天就开始努力冲刺 希望有好的开始 记者高雄台北综合报道